性骚 林荣任 刚才看到了台中市交通局公结处长 他遭报涉嫌了性骚扰 还有女下属是因此离职 对此市长卢秀燕震怒说出了重话 即日起处长停职接受调查 那么如果调查属实的话 绝对严惩 绝不宽怠 交通局公结处的处长遭到指控 从110年开始对超过5名的女性员工 性骚扰闹得沸沸扬扬 市长卢秀燕也说出重话 即刻停职 绝不宽怠 卢秀燕表示 处长遭到5名的女员工投诉 非同小可 性骚零容忍 从即日起停职接受调查 据了解目前至少有5名的女性员工 被以摸屯 雄暴等不同的形式骚扰 其中还有一人因此而离职 目前已经成立了调查小组 预计整个调查程序将在两个月内完成 那我们的调查误网误纵 但是一旦如果调查属实的话 一定严惩 绝不宽怠 市府强调绝对会秉持着 误网误纵的原则进行调查 若调查属实将严惩不待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